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照片中的林志玲素颜出镜 多着嘴巴卖萌 她即便是在未化妆的情况下 她的皮肤看起来仍十分白净细嫩 完全看不见一根细纹 脸上也丝毫没有产后哺乳期妈妈的腐肿 因此很多网友猜测林志玲是不是找代孕了 2019年7月24号林志玲司机被台媒更拍到 与台大医院妇产部护理师见面 并且帮忙递交了林志玲的相关资料 根据拍到的资料照片显示 林志玲已在6月21号去做了人工生殖的准备 台媒称林志玲所做的三代试管生下双胞胎几率相当大 这个消息也得到了林志玲友人的承认 不过这个事林志玲和黑子良品都没有承认过 从那之后林志玲也全面停工不再接工作 安心在家求死 当时林志玲还向媒体透露 希望自己能生龙凤胎 她的社交平台最近一年都是拍上身照 看不到肚子 还被网友好奇地询问是不是怀孕了 2022年1月31号 林志玲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生子 黑子良品也在社交平台上 用英文中文日语宣布了喜讯 而官宣生小孩后 台媒也有向林志玲身边好友打听 据说林志玲是顺产生孩儿 儿子是个牛宝宝 由于林志玲从来没有在社交平台上宣布自己怀孕 也从来没有发过孕照 这几个月林志玲她晒的照片 算都没有拍到下副部分 但光看脸的话 她脸部完全没有浮肿 也没有皮态 加上她没爆料 林志玲因为坠马事故难怀孕 因此被一些人猜测 林志玲是代孕的 台湾网红广告小妹就发文认为 她从怀孕到生产全程保密 发文暗指 她找大理韵母 这件事引起了林志玲友人的怒呛 觉得对方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胡乱造谣 但对于争论的声音 林志玲却迟迟没有先生回应 18年年底 林志玲突然宣布与黑泽良品结婚 可是国民女士要结婚的消息 非但没有得到粉丝的祝福 还在网上引发了无数恶评 语言程序纠缠17年未果 与黑泽良品恋爱半年就步入了婚姻 究竟志玲姐姐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还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拥抱幸福呢 而在结婚之后 家暴出轨被当作声誉机器 代孕的负面绯闻频繁传出 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在遇见严程序之前 林志玲还有一个初恋 当时的林志玲被母亲送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读书 一个腼腆害羞的小姑娘独自在国外读书 异国他向的生活总会感到十分孤独 而那个初恋男友也就成了林志玲的精神支柱 重处在热恋气的小情侣却分隔两地 每次男友来看林志玲的日子都是她最开心的时光 和普通恋爱时期的少女一样 林志玲也会主动去做爱心便当 每次好不容易等到假期可以见面的时候 她也会化上最美的妆去约会 哪怕是后来分手多年再次谈起这段青色懵懂的初恋 林志玲仍然会一脸娇羞 她说他们第一次约会就是去爬山 爬山的路上还因为自己不小心脚划摔倒 刚好对方就顺势牵了自己的手 整个人紧张的都在流汗 最难忘的瞬间就是两个人手牵手的时候 因为长时间分隔两地 仅仅是见面就显得弥足珍贵 每次牵手的时候都希望那一刻就这样变成永恒 甚至她有想过未来就当一个大学老师 然后结婚成家 美好又幸福的生活就这样开始 听起来就很顺利的样子 但是能够从初恋走到最后的人少之又少 年少轻狂总要错过一些东西 当站在人生道路上的十字路口时 他们还是因为人生规划不同而分道扬镳 最终他们还是没能战胜七年之痒 一毕业就不如婚姻生活 注定不是林志玲该走的路 所以最终那对手牵手的少男少女 还是永远留在了青春里的某个夏天 相见不如怀念 也许有些人就是要放在记忆里永远怀念的 如果说初恋是林志玲的白月光 那么严承煦就是林志玲的朱砂痣 关于他们的爱情前前后后纠缠了17年 然而最终却只落了个有缘无分 林志玲曾经在综艺节目中公开谈论过这段感情 我宁愿你不要这样折磨我 我有勇气去面对你 可是最终也就只有断舍离分手这件事 才能够在漫漫人生旅途中坦然地走下去 当年的林志玲还是一位模特 在一次走秀舞台上 林志玲认识了同样来参加活动的严承煦 帅哥亮女的搭配总是十分亮眼 并且当时两人的事业都处在上升期 一不小心恋情的秘密就被媒体戳破 可是出于对事业的考虑 双方都只能极力否认 毕竟在这种节骨眼上 谁也不愿因为恋情而影响到对方的事业 无奈之下林志玲与严承煦的恋爱 就只能转做地下情 不过表面上不能做得太明目张胆 那么双方就都在背地里做出弥补 平时一有空闲时间 两个人就粘在一起 一起去做普通情侣都会做的事情 哪怕只是靠在一起来来天 就觉得无比幸福 后来林志玲因为走秀意外爆火 可是严承煦的演艺事业 却并没有什么起色 从小就生活在单亲家庭的严承煦 骨子里的自卑开始兜不住了 随着林志玲越来越火 他们之间的恋情也就像只包不住火 突然曝光在了大众面前 可是大众对严承煦的评价 却是吃软饭 粉丝说她是林志玲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面对网友们的恶评 严承煦虽然嘴上不说 但是心里却深深的埋下了一根刺 不过后面严承煦凭借道明寺这个角色 迅速火遍大江南北 一度成为了国民偶像 无数少女为她先教 她也认为自己终于有机会 能够和女友林志玲平起平坐了 但是事实总是要比想象中残酷得多 2005年的某天 林志玲在拍戏的时候 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 六根肋骨断裂 严承煦刚听到这个消息 就冒着赔偿天价违约金的风险 敢去照顾林志玲 林母把严承煦所做的一切都看在眼里 只是感动之余 林母却并不希望 自己的女儿未来只是嫁给一个 只会拍戏的穷小子 林母笃定了严承煦 不会为了照顾林志玲 抛弃整个工作室 不顾天价违约金 所以严承煦前脚刚离开 她就把邱世凯接到了林志玲身边 邱世凯的身份地位那可不是严承煦可以比的 她是国际持名的魏玉品牌家的头号接班人 正宗的豪门子弟 林母倒是更看好这样的金龟婿 然而女孩子在受伤的时候总是脆弱的 没有男友严承煦在身边照顾 金龟婿候选人邱世凯刚好趁虚而入 邱世凯原本就倾心于林志玲 只不过一直都没有找到机会 正好趁着林志玲受伤住院 她是各种安前马后悉心照顾 看着每天不辞辛苦照顾自己的富家公子 再冷的心也要被污热了 只是此时的林志玲还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媒体的消息总是过分灵通 没过多久 邱世凯寸步不离照顾林志玲的消息 就传遍了整个娱乐圈 甚至有不少家媒体还带上了林志玲心恋情 邱世凯是林志玲新男友的标题 当时的严承旭算在拍戏 但是还是听到了有关林志玲的绯闻 只是此时的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昔日的女友 她从小就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情绪 面对这样给自己戴绿帽子的绯闻 她甚至连去质问的勇气都没有 严承旭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逃避 她不去主动联系林志玲 保持着冷战 而林志玲也不主动找严承旭解释 双方就在这样的僵持下陷入了感情的绝境 最后林志玲与严承旭的感情 以林志玲被告知分手而结束 而之后的林志玲也顺理成章的和邱世凯走到了一起 等到多年后再次谈起和严承旭的那段感情 林志玲也直言 那段感情自己的确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我也没有办法驾驭失恋这件事情 因为心伤过了就是伤过了 你洗不掉过去的记忆 那我能做的就是在再次遇到新的恋情的时候 尽量让自己重新归零 重新去相信爱情 后来林志玲和邱世凯也没能走到最后 和邱世凯分手之后 林志玲也传出了不少恋爱绯闻 不过他都没有正面承认过 直到2016年 他与严承旭来了个世纪大同框 甚至联系也越来越频繁 不少粉丝都以为他们两个人有复合的可能 甚至还纷纷跑去问严承旭 严承旭自己也表示 主要还是要看对方的意思 而记者在采访林志玲的时候 他也没有否认会复合这种可能 可是无数粉丝都在等着这对分开十几年的情侣能够复合 而最后等来的却是林志玲要和日本演员黑子良品结婚的消息 2019年林志玲正式宣布与黑子良品结婚 可是这条消息并没有收获粉丝的祝福 底下的评论 要么就是在惋惜林志玲与严承旭的感情 要么就是在骂林志玲最后嫁给了日本人 对此前男友严承旭也只是淡淡的回复一句 恭喜他们 甚至在二人结婚之后 家暴出轨被当作声誉机器的负面绯闻层出不穷 可是林志玲都没有出面解释 甚至结婚之后就已经很少出现在媒体的尽头前 直到后来林志玲官宣产子 又在前不久晒出了产后首张照片 粉丝才发现 原来林志玲过的并没有传闻中形容的那样 黑子良品也一直都是以为负责任爱妻子的丈夫 而在近日林志玲的丈夫黑子良品开枪否认林志玲代孕传闻 据报道 黑子良品接受品牌邀请 当她被问到升级成爸爸的心情时 不禁开怀大笑 更以普通话说谢谢大家 同时她表示当爸爸之后非常幸福 与其说是感动 不如说是感谢志玲 对于林志玲代孕的传闻 黑子良品用林志玲婚后把重心放在家里 一直都没有放弃始终还抱着希望 终于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幸福进行了回应 打破了代孕传闻 黑子良品还透露自己经常做鸡汤给太太喝 希望她身体能恢复快一点 而儿子既向她也向林志玲 黑子良品的话也算打领了林志玲此前的代孕传闻 长后两个月的林志玲肌吹痰可破 面色白里透红 如果不是婚后的生活很幸福 47岁又刚生完宝宝的她 哪里还会有这样好的状态呢 我亲爱的良品 谢谢你这么温暖的牵着我的手 让我能够回到最初的原点 和你共同出发 一起创建美好的家庭 我愿意和你去面对未来的每个未知 这是林志玲在婚礼上 对黑子良品说出的爱情誓词 寻寻觅觅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遇见一个能够一起携手共进的人 就这样一直手牵手幸福下去吧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